你好 欢迎收看1月2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宜慧 为在花莲市美人溪上游高滩地 辟设约300坪的花莲宠物公园 是东部三线市中第一座宠物公园 历时一年多来打造 在23号上午举行启用典礼 也结合了123世界自由日流浪选任养活动 吸引了很多市主带着毛小孩 前来体验邮居设施 也期盼可以提供民众安全空间 让宠物尽情安心的奔跑 由花莲县议员张美慧等人争取的宠物公园 位在花莲市美人溪上游高滩地 总工程费用约近800万元 面积达4000多平方公尺 在前年9月动工去年底完工 23日上午举行启用典礼 花莲县府规划大小全区 提供草地、沙坑轮胎及水管等邮居 并设有遮网、座椅修器区等 花莲县府农业处指出 宠物公园是东台湾第一座毛孩专属的运动空间 门口提供宠物便带雨垃圾桶 呼吁四组狗便不落地 其实有一点点的延误到 是因为我们跟自来水公司的联系上面 所以有一点延误 但是依旧把它在111年能够完成 让我们养物的好朋友们 都可以带我们宠物来到这里 唱快的跳跃 而且我想里面的设备都是让我们的宠物都能够非常非常的开心 自由奔芳的跳跃 那在今年的植树节 我们会在周边会植上遮阴的树木 让我们的宠物以及我们的室主都能够有一个更安适更妥适的环境 让我们这边在山海之间 未来我们会跟这个环保局分工 那环境维护的部分是由环保局来协助 他们就会包含这个园区里面 甚至这个高滩地周边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垃圾捡食 然后或者是杂草的清除 或者是勘草这等等的环境维护是环保局 那设施的部分是还是由我们建设处 那我们知道这样其他县市他们的这个宠物公园 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当的使用 或者是一些人进来 他没有好好地去使用这些相关的设施 我想这个我们除了用宣导或者是告示的方式 那有时候这个设施损坏是免不了 这个我们还是会来定期做检查 做一些维护 使用当天不少民众带着毛小孩来体验 搭配123世界自由日 现场同时举办任养活动 动植物防疫所所长周黄德荣表示 以领养代替购买 让浪浪能有个家而有民众反应 宠物公园没有遮应处 县长徐政卫建设处长邓紫瑜都回应 外来将种植绿树改善空间遮应不足的问题 也会规划增加管养预算 定期检查维护相关设施 记者讲方言华林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